在台中跟苗栗交界的大安西峡谷 在两年前在媒体上曝光之后 一到假日就是挤满了游客 而负责管理的第三河川局 他们是花了百万元架设监视器 还有请保全 可是我们的记者实地检验之后 发现问题不少 一手拉了警戒线 整个人倾斜45度 踏在军列的峭壁上 脚下踩的就是十层楼高的峡谷 但还是有人硬是要穿越红线冒险拍照 不会怕 不会 不会 下面都已经军列了 你不担心吗 不会啊 那个地方不会的 警戒线只围了一半 到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但是土质一样松软 像我这样脚一滑 只有可能会掉下去 要围就全部围啊 这样比较安全啊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地方没有管制啊 有时候被那个滑下去啊 很危险啊 没围起来的地方 游客跟四五忌惮 拿着相机越走越靠近断奶 两脚几乎是踩空了 只为了捕捉峡谷美景 各位游客 地质松软 遇水疲异崩落 挺雾进入 每个三十分钟就有广播 还有警告标语 但作用似乎不大 负责管理的第三河川局 在入口处还架设了监视器 远端遥控 甚至可以全景环绕 一共四个镜头 二十四小时监控 大峡谷的情况 甚至请了保全 加入至少十二个人分头看守 两项花费就要上百万 主机在台中市捡砍这样子 来不及吧 要知道说什么时候有地震 不能来吗 那人都到这里了 坐了等于零了 撒了百万看顾 这个没合法开放的峡谷 但该做的防护措施 确实证 一年上百万的游客性命安全 就只细在这三条 细到不行的红尘上 中间新闻里孟章 方品文台中 采访报道